我们已经到新的酒店了 我们开了三间房间 两个房间没有打扫出来 只打扫了一间房间 就把东西全部放在那间房间 我放的东西马上出来 准备去路回头逛一逛 好了 好了 已经到路回头景区了 我买的门票是54块钱 里面是包括电瓶车票的 今天天气好好啊 但是也是挺热的 天气真的很好 蓝天白云的 西拍西拍西拍 改个TG后改个西拍一张 几个路回头 学生拿看清古城 你想还有一个呢 三亚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是在这边的路回头景区那边的 吃九粒 葫芝兽 好 坐到这 再过来 哎呀 菲菲生 拿 着 我们thon 像 我们 这里就是站了高一点的地方 看看三亚市区的风景的海景 还有一个是凤凰岛 还有一个是一个岛 骑着当中 骑着脚步骑呢 这还必须是一个建筑 要这个是什么没好看 要都是一个房子 还必须是这种市区的 那些的网址 这个房子那个小小的没好看 这个房子是什么都没堵 你想啊 可以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什么没好看 有信心 嗯 好 笑一集啊 好 一见钟情路回头 我来过三亚这么多次 我好像是第一次来路回头进去 那边沙滩没什么人弄 应该是酒店的那种 四人砂糖吧 今天这个天 海水的颜色 有层次的很好看 嗯 嗯 伯母 给他拍照照片 一个翅膀 你得伤呢 1 2 3 1,2,3,坐上 好了,我们逛好几点,去吃饭了 中午我们吃这家宫满西亭 手吃包菜 一个几品牛仔粒 然后一个大盘 微辣,微辣好了 然后一个蟹粉豆腐 然后一个辣椒炒肉 然后还有一个红烧肉 四中就够了 红烧肉 老婆 小时就吃饭了 老婆,说什么? 饭了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就需要生活 我们可以吃饭了 我都可以吃饭了 这个点 所以很想吃饭了 我会吃饭了 然后最小时的快感 这个就是椰子跟鸡一起炖的汤 蟹粉豆 好谢谢 红烧肉 这红烧肉是甜口的 蛮软的吧 我就是带皮的 这个餐厅的味道 我妈他们说还挺好的 几瓶牛仔粒确实没几块 农家小炒肉就是辣椒炒肉 蛮好吃的 还对菜就是分量有点少 中午吃饭外面还排队了 现在鸡鸭店 难道声音这么慌吗 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我跟小多路过这里的时候 看到外面很多人排队 后来我们在想这个到底是吃什么的 这么多人排队 一看好像是吃有点类似于江测菜之类的 我在想难道味道很好吗 这次尝了一下味道还行 就是分量稍微有一点点小 价格有点偏高 今天天气真的是好 蓝天白云大太阳 那边那个大鹦鹉螺它是保护螺 那边这个海螺海一拍个照 近距离看 好大一个 跟人对比一下这个真的很大 看我又换了一个酒店了 我订的这个酒店叫哈曼酒店 在大东海度假旅游区这边 离海边很近 然后这个酒店不是很贵 300多400多500多都有 就是有海景的会相对贵一点 我订了三间房 我今天单独一个人是睡在这个双床房里面 它这个床是有点小的 只有1米2 两个人不怎么好睡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房间 基本上一眼能望到头 这里有个扫码的按摩椅 它这里没有阳台的 它这里望下去 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那个大菠萝上面 大菠萝背面 那个商场 我订的是基础房型 不是海景房 这酒店是包盘早餐的 不过我这边看过去 还是能看到一点海 一点点海 我在网上经常刷到有人推荐这家店的 因为它价格不贵 然后位置很好 然后又有海景房 又无边际泳池 这个到时候带大家看一下 床品看着还算干净 但这个 这上面就有点脏感觉 反正就不新这个酒店 图片要比实物要好看很多 我就是想要对比一下 两三百三四百的房间 跟我之后要住的2000多的房间 到底有哪些区别 洗素材 卫生间淋浴间和浴缸 这个房间啊 这个酒店啊 对于我跟小豆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就性价比很高了 首先它的位置很好 然后对我们来说这个房间已经算很好了 因为我们平时出去住的房间都就是就是一般的 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 但对我妈他们来说 这个房间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差了 首先房间里没有阳台 他们洗衣服没地方亮 然后就是实际到这里看到有点旧 就墙面上什么 看上去有点旧旧脏脏的那种感觉 稍微休息一下 脸上出油啊 现在这种情况啊 在外面根本就不敢摘口罩 这两天天气又好 戴着口罩 巨闷在外面 热死了 脸上出油跟猪钢泪一样 等一下还要出去 带我妈去那边 南山文化旅游区那边吧 离这里有一点路 好